Hello,大家好,我是潘塔 近日冯蒂末在搜狐时尚盛典上 获获最火女主播奖 自从爆红后,活动不断 户外直播和参加盛典一个普朗 一直活跃在大众的视线里 在盛典上,一袭长裙美得不要不要的 不过仔细看一下后面的签名 我不得不说一句 有时间,蒂末你真该好好练一下自己的签名吧 人红是非多 这句话明显就在蒂末身上完美的展现出来 广大网友们借着这个签名疯狂的挑款起来 但细心的我发现 大多数黑提莫签名的多数是陈一发的粉丝 在斗鱼直播平台 陈一发的粉丝团体也十分强大 这次发姐虽然未能参加 不过还是得到提名奖 粉丝们就不要黑提莫以解心头苦闷了 近日更有网友发现 在新一期的快乐大本营的结尾预告中 提莫竟然也出现了 这预示着下一期节目中 提莫将出现在明星汇聚的快乐大本营 是不是很期待呢 据悉 这次提莫将以最美素人的身份上台 与他同台的嘉宾友 黄俊凯 滴滴拉巴 并且滴滴拉巴也在节目上表示 我叫冯提莫 特别爱在网上唱歌给大家听 这不得不感叹现在提莫的影响力 好 欢迎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留言点赞转发哦 谢谢 再见